好,还是一样,先跟我们的红利会员还有股民朋友们一声好 各位红利会员还有股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那么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啊,不同的题材 那么这周呢讲的是当情市场行情操作策略 为什么要以这个为题呢? 大家觉得现在市场好做吗? 默不作声是不好做的意思吗? 满脸苦愁啊,行,那我们就来等会儿就来看一下啊 看现在市场到底怎么样 那么在课程呢,正式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打打精神,天气比较闷吗?看个故事 好,这个故事叫做大象、狮子和骆驼寻找绿洲 那么由于猎人军团的入侵,原本生活在草原 上面的大象、狮子和骆驼决定一起穿过沙漠寻找新的一个生存空间 在进入沙漠前呢,天使告诉他们只要一路往北走 就能找到水和食物 然后进入沙漠以后呢,他们发现沙漠的困难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很多 也复杂很多了 他们遇到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哪个是南,哪个是北 在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决定各走各的,不再结伴而行 那么先是大象 大象呢,凭着自己的感觉一直不停地往一个方向走 大象想,我如此的强壮,失去方向也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肯定会找到水和食物 就这样不停地走了三天三夜 没有想到他竟然又回到了原点 这三天里,所有的时间和力气都白白浪费了 大象很不甘心,他决定再走一次 这一次他走得很谨慎 他一再告诉自己不要转弯 要向正前方走,又过了三天后 他发现又重复了上一次的错误 此时大象内心是崩溃的 大象简直要发疯了 他不知道原因在哪 此时他又饿又渴 可是他还是不放弃 休息一会儿,第二次出发 可是接下来的每次都是相同的结果 不久,大象就给活活累死了 看到这里,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像很多古民 是吧,一直觉得我这个方法就是正确的 他不会考虑别的因素 那很多人在去年都是,因为去年也有很多客户来听我们的课 他觉得去年是不是市场行情好,我能够赚钱 那么他觉得他在去年累积了一套方法 那么又在今年的市场行情 那因为整个市场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呀 对不对 去年和今年这个行情截然不同 所以说如果你要用去年的方法再按照今年的这个套路来走的话 肯定是行不通的 那么很多古民呢,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就跟这个大象一样,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并且坚持不懈地一直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结果是吧,每次每次都遇到了死胡同 这是大象,你再来看一下狮子 狮子呢,拥有快速奔跑这个技能 狮子想,他跑得很快,只要向着一个方向跑过去 再大的沙漠也能够穿越 就这样盲目地跑着 没过多久呢,他精力地发现 越是向前,越是树木稀少 最后基本上都看不到绿色的植物了 他害怕了,决定原路返回 可是当他原路返回的时候 怎么也绕不出来 又一次迷失了方向 他开始陷入了绝望 他晕头转向地跑着 但是都没有找到目的地 最后心力交水终于倒了下来 这个像什么 像我们在股市当中 有些人亏钱吧 亏钱知道,哎,好像是不行 对吧,后面就决定要出来 但是呢,只要市场稍微给你一点机会 比如说什么,来个小反弹 你是不是又觉得,哎,好像又可以了 是吧,又回到一个老路上面 没有说从根本上的处理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狮子 那么三只动物当中呢 只有骆驼一个人是质责 它走得很慢 骆驼想,找着方向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真正找到向北的一个方向 认准的方向不要迷路 山天之内一定可以找到水和食物 于是呢,它白天不急于赶路 而是休息 因为白天沙漠的气候非常炎热 它选择在白天保持体力 晚上天空中挂满了亮天星的星星 骆驼就找那颗耀眼的北斗星 找准方向 每天夜里 骆驼向北斗星的方向慢慢地行进 白天当它看不清北斗星的时候 它就停下来休息 就这样三个夜晚过去了 骆驼终于来到了水草丰美的绿洲旁 从此 骆驼就在这里安了家 过上丰衣主持的一个生活 山姿动物当中也只有骆驼成功了 其实它的秘诀很简单 显然在于它找准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在股市里面也是一样的 当你看不清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会向上还是向下 你很迷茫 这个时候你一味地做多或者做空 你是不是很容易受伤呀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最后总结一下是什么 在没有正确方向的情况下 你再大的能耐也是虚晃 就跟狮子它跑得很快 然后大象呢 它不是很强壮吗 对不对 但是它们认不清方向的时候 有这个能力又怎么样 你拍不上用场 所以说你没有找准方向的时候 再大的能耐也是虚晃 那么如果是在相反的 错误的方向里面呢 能力越大 距离成功就越远 就是说什么 你如果是搞不清楚 现在的一个市场怎么样的情况 你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方法 去做多或者做空 那你失败的概率肯定很高 而且呢 特别是你再加点杠杆 是不是 那亏得更快了 那所以说 想要获得成功 正确的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那么在当前的一个市场 是不是非常关键 对吧 很多人都会觉得 现在到底是该做多呀 还该做空呀 每天一伙上一伙下 各种消息也频繁不接 对不对 那很多情况 就是在我们越搞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越要冷静下来 不要一味地按照自己原来的一个方法 去进行一些操作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 这一周 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框架 我们会说到 首先会为大家介绍到一个 当下行情的一个分析思路 主要会讲 大事决定一个仓内的大小 还有方向决定机会和风险 那么第二点是 当前行情的一个操作策略 主要会讲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看准趋势磨耳后动 第二个是踏准市场的一个买卖节奏 好 那我们就从当前的一个市场开始分析 好吧 那么我们首先分析下这个最近的市场 如果从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最近要发生的一个大事是什么 是下个礼拜美国中期选举吧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发言 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的一个发言 它对这个股票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从技术面的角度上来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历史会不断重演 但是不会简单的重复 这个如果是熟知技术分析的人 都应该知道几句话 好 我们先来就是在看未来行情的时候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个月的行情 上个月大家有操作吗 有操作的举下手 两位都空仓 十月 对 这个动作是举手还没举手 有操作是吧 好怎么样 小钱做了两次 好 我们总结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很多新闻 就是会讲到美股的一个十月行情 因为这次的十月呢 它跟平常不太一样 对吧 很多新闻都有写到 就是在十月的这个时候呢 进行了一个大跌 而且是狂跌 这个什么 标普500啊 是吧 都走得非常糟糕 包括是其他两个指数 都走得非常糟糕 那么具体有多糟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都是有数据的 这个标普500呢 它十月份跌了6.9个百分比 那么它创下来 2011年9月以来的 最大一个月的下滑 跌了7.2% 那么道琼斯呢 跌了这个5.1% 创下了2016年1月 最大以来的单月跌幅 下跌了5.5% 纳斯达克下跌了9.2% 这是自2008年11月以来 最大的一次月度回调 跌下了10.8% 大家想一下 就是指数跌了这么多 这个月好吗 怎么样 是不是 不太好 对吧 不太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道琼斯 道琼斯按10月份的 这边是按每一天 它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 是吧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最大的一天 跌了800多个点 然后最高的一天 涨了500多个点 整个月就跟那过山车一样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它今天会跌还是会涨 根本都摸冰你头脑 那么整个市场呢 它损失了2万亿 在10月份 就跌掉了2万亿 2万亿什么概念 两个苹果的市值 虽然现在苹果发到财报 已经跌破了万亿 但按原来说 它跌了2万亿 已经跌掉了两个苹果 它跌掉了两个苹果 然后1万亿什么概念 就差不多是印尼一年的GDP水平 印尼一年 等于是印尼有多少人 2.6亿人口 两年不吃不喝 心情牢骚 然后GDP一下子 就在10月份一个月 当着美股就跌掉了 那从这个数据上来说 好吗 是不是不太好 是吧 所以说上个月的走势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么走势 不好的情况下 有没有一些 好像是我们可以 有的操作的 或者是有一些 什么数据 给我们一些启示呢 那么我是将这个纽交锁 我将这个板块进行了一个排行 那么我这边选的是以月为单位 那么时间节点是10月31号 也就是说10月一个月 我们按板块来进行排行 然后选了升帐服 升帐服 最上面的是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除了哪一个 utilities 对吧 公共事业板块 它涨了2点多个点 还有就是consumer stables 必需消费品 涨了0.065吧 基本上就跟指数差不多 对吧 其他的 轻易测的下跌 轻易测的下跌 所以说 在这种非常弱势的行情里面 如果大家要操作的话 首先不要乱做 对不对 你搞不清楚这个市场会怎么走 你不要乱做的情况下 那你又想去寻找机会 那你要懂得分析 就是你在这种落实行情里面 你去跟踪什么样的一个板块 像落实行情里面 一些防御性的板块 就是这种公共事业板块 或者什么必需消费品 这些都是落实行情里面的 一些防御性板块 那么我将公共事业板块的一个图 跟标普指数的一个图 进行了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板块的图 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 那么我画上的这个窗口是二月份 二月份大家知道美股市场是不是也进行了一番调整呀 它调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应同期公共事业板块 它呈现的一个态势是怎么样 它是不是也是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节奏 虽然说涨幅不会很大 但是从它一个高地点的关系来说可以看到它走的是一条上升通道吧 对吧 这个是二月份 标普500 在这个整档 整档下跌的时候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那么再换到现在 这个跌幅是十月份 十月份标普500的一个跌幅 那么再看公共事业板块 走势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 刚二月份 它的一个走势 一个抗贴的一个性能就被体现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在落势行情里面 如果大家要做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公共事业板块 通过两次 今年以来吧 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 可以看出公共事业板块 它在这两次调整当中 都起了一个防御性板块的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是说 大家不知道你去找什么个股 那么你其实是什么 可以去关注一下公共事业板块的ETF 那么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下 公共事业板块它是包括什么 电力 天然气 还有自然学公司的 那么流行的ETF有这几个 基本看的比较多的就是第一个 XLU XLU基本上就是刚刚我看的 给大家放纯的那个板块 走势一样的 它在落实行情里面 它会一个比较抗跌 这个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说呢 今天你可以给大家想给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机会来说是相对的 但是风险都是绝对的 不管你是好市场还是坏市场 你是强势市场还是弱势市场 这句话都是可以通用的 就是你怎么样去在 不同的市场里面去发现机遇 怎么样去拒绝风险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这个是给大家想讲到的啊 就是机会是相对的 风险是绝对的 那么我们再从经济面的角度上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股市 它其实是跟经济的联系非常大 每个国家的股市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经济的象征 这里也不排除A股 A股这个有别的一个因素在 那么从基金面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呢 从最近发布的一个报告来看的话 那么美国非农业就业人口 它在10月份增长了25万 那么同时呢 这个失业率维持在3.7的 一个超低的水平 而且呢 平均小时的一个薪资 比增速创下了9年半以来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增幅 而且从 不管是从这个失业率啊 还是这个人口就业啊 还是它的一个工资水平来看的话 它其实都是反映美国 今天是向好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么而且从这种财报的一个业绩 发布情况上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标普500级数当中 368家企业已经公布了 三季度的一个业绩 那么其中368家里面的302家 它的一个企业盈利 已经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比例已经超过了82% 也就是说什么 企业盈利优于市场预期超过6% 那么从这种数据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对吧 它其实美国经济还是 从基本面上来说 它没有什么问题 它没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从普通的人均公司啊 或者是一些就业情况 还是到这种公司的一个盈利水平 它都是还是比较好的 是吧 基本面上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川普总统啊 是吧 在一月份 也跟什么 我们的习组协进行了一个对话吧 对吧 他自己说的 进行了长时间的一个良好对话 对吧 讨论了很多主题 那么特别是强调了贸易 那么两个人呢 也约定了会在什么 阿根廷的G20的一个集团 进行一个讨论 进行一个会议 对吧 那么发表这个声明以后 那么A股马上有了一个突发性的一个上涨 对 就是通过这个现象来看的话 有了一个突发性的上涨 那么从各种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也想说了什么 就是美国 它目前如果从这种经济数据上面来看的话 它美国经济还是依旧强劲的 那么再加上美股盈利的一个向好 现在如果你说马上见雄啊 已经还或者是说有些人说 啊已经雄市了 它就有机会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跟中国一直都是有贸易 不能叫这样吧 对不对 可以说是贸易摩擦 还有这种美国本身 它的一个货币收紧的一个政策 所以说如果这种情况会延续的话 那么未来这个市场肯定是还会有波动 还是有波动 好这个是从基本面 我们从一些新闻 从一些数据上面 我们去看一下美国市场 那么讲完基本面呢 我们回归到这个技术面 回归到技术面 好 我们回归到技术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 那么我们看道琼斯指数 我这边画放的是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月线图 我们先长后短 先看长期 再看中期 最后看短期 先长后短 我们来看 那么我调了一个指标 它叫红利太极 这个会员应该比较清楚 那么红利太极它什么意思 它是蓝色 代表极音信号 容易出现在阶段性的底部 那么黄色呢 代表极阳信号 容易出现在阶段性的一个顶部 周期越长 红利太极的一个信号成功概率越大 那么是我们会员的都知道 红利太极它出现的次数多吗 不多 对吧 出现次数越少的 它的一个成功概率越高 而且是放在周期越长 它的一个成功概率越高 那么我现在把它放在了这个月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这是几月 现在是 我这是十月的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三月份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 极阳信号吧 出现了一个黄色的极阳信号 那么目前来说 股价是不是还在这个区间里面进行个整当 区间里面进行个整当 我们回顾到前面 回顾到前面 是吧 很早之前 都在这种阶段性的底部出现过 但是出现了就代表它一定到顶了吗 不见得吧 对不对 你看这种是突破上涨 又创出新高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说 它一旦跌破了这个关键性的区域 那它一跌幅 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对吧 跌完了以后出现什么 极阳信号 突破这个极阳信号 是不是又开始一波拉伸 然后走到这个中期 是不是又出现了极阳 对出现了极阳 但是呢 没有跌破 横摆了一段时间 突破了以后继续涨 这边也是 是吧 突破了以后继续涨 那目前来说 是不是也到了这个极阳信号 出现了一个关键区域 是吧 说明说 如果是我们看的是月线 从这个中长期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它目前 还是处于什么 什么态势 还是处于整档吧 对吧 还是处于整档 没有说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 虽然说这个月跌了很多 对不对 这个月跌了很多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进行一个整档 从这个中长期的角度上面 还是后期呢 可能也会做一些宽幅震荡 因为可以看出这个空间挺大的 有可能会在上面做出一个宽幅震荡 高概率来说 好 这个是月线 我们看完月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线 那么周线怎么样 周线我现在给大家画这一段 画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也是下来了以后 可以算做一个W底吧 这样算做一个W底 它下来了以后 是不是 两个引线差不多都是很长 我们知道引线下引线越长 代表下方的一个支撑越强 它支撑越强的时候呢 而且没有创出新低 没有创出新低 我们再来看最近 最近如果你把它当做前面这样 是不是也有点像类似的一个形态 有点像类似的形态 而且后面这个K线也很像 都是基本包还在前面 那个阴线里面的阳线 而且都是下一线很强 它目前来说 是收了这么一个形态 最起码我们从周线上来看的话 它没有再继续往下走吧 没有破这个前期低点吧 对不对 所以说它还不是说马上就形成了下降趋势 要开始往下走 大家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恐慌 这是周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 就是刚刚说完这个月线 说完周线 是不是就是觉得 是不是太平没事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日线 日线我给大家调用了一个指标 它叫做红绿彩虹 它很简单 它就是把不同的颜色呢 给大家去提醒一下 代表不同的一个周期趋势 那么白色线它是长期趋势 就是这四根 它是代表牛熊的分界线 如果是说 现在这个股票进入牛熊市的话 那么首先 线主的方向会往下走 并且这个股价呢 会在这个线主的一个下方进行的运行 那么就是白线 蓝色线呢 它代表股价的一个中长期趋势 黄线是中短期 那么绿线 它是跟白红线在一起 它是搭配在一起使用是一个短期趋势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 日线图红绿彩虹的这个上面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它这二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下跌下来 下来进行那个宽幅的一个整档调整以后 后面是上去了 那目前下来它是不是跌到了这个白色线啊 跌到了白色线 但是最近可以看到 它在白色线上受到了支撑 目前反弹在哪里 蓝色线的位置吧 对吧 然后因为就是这个红绿彩虹呢 那它这个线里面 它也是可以看到 它不光是代表趋势 它是代表不同周期的一个资金成本线 所以说每一组线对股价都有支撑和阻力的作用 像这个地方跌下来 没有跌破就说明是支撑有效 那反弹 反弹上去 反弹过了这个蓝黄色线以后 回踩 回踩 阻力变支撑 就等于说目前现在是什么 在白色线上受到一个支撑 目前是反弹到蓝色线受到一个压力 到蓝色线受到一个压力 可以看到第一天是收养 昨天 对昨天 昨天是收阴了吧 对吧 它是可以帮我们看到 在日线上面 它还是在什么 还是在反弹当中 还是在反弹里面啊 所以说这个是从日线上 给大家看到的 那么总结起来呢 当前市场你怎么去想 怎么去想 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就是你不要觉得过分的一个乐观和恐慌 怎么说乐观呢 我们知道上周 11月份 是吧 上周是不是长得很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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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特别是 如果是有关注A股的 的话那A股也是跟着 跟着一块 对不对 这个川普一个电话 那A股就暴涨 是 就是不要过分的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面 因为它日线的涨跌 刚刚我们也看了 是吧 很频繁 就看10月份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特别频繁 对吧 不要过分的乐观 也不要过分的恐慌 也不是说现在熊市就来了 马上这个牛转熊 这一夜之间 我就可以从这个10年的牛市 马上突变为熊市 那也不可能 对不对 从这种经济数据上面 包括是图形形态来看的话 它都还没有说到熊市的一个过程 那么目前还是属于什么 大概率来说还是整档市 对不对 那整档市适合怎么样的操作 适合短线吧 你说整档 你觉得基本没有好 拿一只股票 现在都已经很多股票 在高位了吧 对不对 在高位 那你说在这种 大盘指数都在整档的情况下 你拿一只股票 你觉得长线 除非你这个周期拉得有过远 什么10年啊 多少年 如果是说你想马上在一年里面有一个收成 那么目前你作为一个建仓 还是有点过早 因为它现在这个走势还没有形成 所以说如果是你最近想操作 想有盈利的话 比较适合短线操作 比较适合短线操作 那这边就会提一下 就是最近有很多 各股开财报 对不对 比如说苹果啊 这些都开完了财报 有些财报跌得比较惨 比如说苹果吧 对吧 已经跌破了万亿市值的一个关口 那么像这种股票还能不能做 就很多人问 目前来说它刚跌下来 其实已经开始走落了 对不对 你要看它能不能做 后面我会讲 怎么样去通过资金的一个提前流路 去关注这只股票后面有没有机会 那么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试验一下 那么选股呢 选股是以安全为限 一些那种自己搞不清楚的股票 就最好不要参与 不要参与 很多情况就是 本来是这个营收做得很好的 做个20次 赚了个十几次 最后就一次 来了一次 把前面的十几次都赔完了 然后很多人又都有这个经 都有这个经验 好 那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操作策略 那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安全系数比较高的一个股票呢 我们都知道 股价呢 它为什么会上涨 它是因为有资金的一个流入和流出 对不对 那如果是说不停的有人买 那这个股价会怎么样 是会涨吧 对不对 就是你有资金不断的往这个市场里面涌入 那这个股价自然而然就会涨 那如果是说 这个资金不再流入的话 那是不是股价就可能滞涨呀 它不一定马上跌 但是它肯定不能延续性的持续性的往上涨 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白 对吧 就跟一个水箱里面 你不停的往里面加水 那个水上面有个球 你随着那个水不停的往水箱里面加 那个球是不是慢慢会往上浮 对不对 但是你一旦停止了加水 那那个球是不是 还可能随着这个波浪去震动一下 但是它不会到越来越高的一个位置 这个水就相当于钱一样 那所以说 在股票供给不变的一个情况下 资金的一个流入流出 它对这个股价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它会直接去影响这个价格趋势 那么如果是资金流入量大于流出量 就跟那个水一直往这个水箱里面进入的时候一样 它会支持股价上涨 那么如果是说当资金流出量大于流入量的时候呢 它就会支持一个股价的下跌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很好地通过软件的一个功能 它叫做贝离网 它将价格的表现和资金的流动变化联系在一起 可以去找他们之前趋同和贝离的一个关系来去研判一个市场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贝离网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简单就是这个红柱绿柱两种柱子的颜色 就是它从短到长的话就说明它一个动能在不断的一个加强资金流入的一个情况 那么虚线它是代表流速 流动一个速率 那么一般情况下来啊 资金和股价同步 很好理解 就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股价在跌 股价在跌 那么资金呢是不是也流出 那么如果是说股价继续跌 资金继续流出 股价什么时候开始涨 那么资金也就什么时候进去 它跌 那么股价就流 这个资金就流出 它是一个资金和股价是一个同步的关系 就是因和股的一个联系 那么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因为如果是说一样的 那这个指标没什么用 对不对 那我们要去用这个指标 就是找它不一样的情况 那什么时候不一样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会有几种背离情况 ABC三种 当价格不断的上涨 正常来说是吗 资金也是不断的往里面流吧 对不对 不断的往这个里面流入 但是如果你发现 这个时候资金 它已经没有在持续性的流落 那这个时候可能什么呀 可能就不再涨了 对不对 因为你想 你没有钱去给它供应 它怎么涨呀 它涨是需要钱的一个流入 所以说当发生 股价不断上涨 但是资金呢 没有在持续流入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股价就有可能开始调整 不一定说它要跌很多 它横盘也是调整 它滞涨它也是一种调整 那调整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么相反 如果是说股价一直在跌 但是呢 资金已经开始提前流入 那这个信号是不是比较好 是吧 这个信号就比较好 就未来 它说不定你可以涨 就跟你开车你要加油 你不是一加油 车就马上能够飞出去 对不对 它会先慢慢的慢慢的 你给它一点动力 所以说这个就是跟 它开始启动的情况一样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背离 那么除了这种完全相反的一个态势 就是股价涨 那么资金跌 股价跌资金涨 除了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以外 那么这几种也是属于背离 比如说什么 如果是股价 它目前是一个横盘 那么资金它提前流出 那是不是未来跌的概率就比较大 是吧 那如果是说股价 它在这个底部横盘 但是资金已经提前流入了呢 那相对来说 它未来涨的概率就比较大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B级的背离 那么C级的就是资金还在涨 但是呢 股价还在涨 但是资金呢 资金没有持续性的一个流入的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况可能什么 可能发生滞涨吧 可能经济很盘 可能涨不涨就开始很盘 很盘经济调整 那什么时候资金再继续流入 那什么时候还可能 沿照着原来的这个趋势 继续的向上涨 那么如果是股价一直跌 那么资金它没有再往外流 没有再往外流 最起码第一个反应 是不是股价可能未来会止跌 它不会再创新低吧 因为资金它没有再往外撤 它稳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未来它有可能还在 就是会从下跌走向一个狠盘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的 就是背离它这个股价和资金的关系 它是怎么样 如果是发生了背离 那么股价它就有可能在后续的一个情况 发生一个改变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 是吧 微软 对吧 很熟悉的微软 我们可以看到在微软 这一段时间上涨的情况下 资金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是吧 之前是高点高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看高点 这个绿色 红色变绿色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高点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高点 可以看到它整体情况 它是在走平的 对不对 它整体走平就说明什么 我们都知道股价 如果它要继续创新高 继续创新高 这个资金还要不停的往里给吧 不停的往里给 对吧 但是它目前它没有给了 就等于说你开车开车 你要上坡 它不加油了 不加油了是不是 你就有可能 你不要说你会滑下去 起码你可能会止住吧 对不对 那它这个情况也是什么 也是一样的 你不给油了 它就不涨了 不涨了 然后就进行一波调整 进行一波调整 可以看到 从这个绿色柱体的一个情况下来看 你可以看到它资金下跌一个洞的 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 但是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指标 它是要红令彩虹 对不对 它每一组线对这个股价 都会有支撑和阻力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 当它不再给油的一个情况下 钱不再往里流的情况下 它才进行调整 但是它在什么地方受到支撑 它跌破了黄线以后 它在蓝线受到支撑 它在中长期的这个成本 先受到了支撑 受到支撑以后进行一个反弹 但是刚刚我们什么 把这个黄线 它一个重要的支撑 跌破了以后 再进行反弹 那么黄色线 从原来的一个支撑 就开始变为压力 可以看到 在这一天的时候 它其实是收了一个阳线吧 收了一个阳线就说明 这个地方受到了支撑 但是很不幸 一个大阴线下来 马上跌破了 马上跌破 最后是在蓝色线受到支撑 反弹上去 过不到黄线吧 对吧 在这个收了一个阴线 过不到黄线 所以说如果是在高点 没有来得及机会卖的话 它发生背离 反弹 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 一个阻力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 另外一个卖出点 因为很多股票 它是什么 它在顶部它下跌 它其实不是一次 给你跑的机会 它会给你几次 它可能下去上来 过不到 比如说从趋势的角度上 也很好理解 高点高点不创新高 而且是什么 受到了黄色线的一个阻力 对吧 从这个趋势的角度 它又给了你一次跑的机会 等于说在顶部没有来得及跑没有关系 这次还是依旧是你跑掉的一个机会 还是你跑掉的一个机会 如果是没有跑的话 可以看到它又后面又下来 那么而且之前黄色线是还是向上吧 它开始走平 慢慢到拐头向下 而且开始出现集结 集结是什么情况 集结就相当于你握拳坑 巴掌 是吧 你握拳坑你力量更大 所以说当线组集结的时候相对应它的一个压力和支撑也是会随之变大的 好 这个是微软这个股票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也是很熟悉的 Netflix 是吧 这个也是在股价不停上涨的一个情况下 本身从趋势的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高点高点已经不再创新高 趋势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那么怎么去验证你这个点到底要不要卖呢 或者是说 我还是可以拿着 就像前面你看长一波调一点 长一波调一点 对不对 那我可以看到 首先前面的调整都还是在什么 创新高的这个阶段吧 对不对 它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它是不断创新高的 那么进行回调没有问题 说明什么 整体还是一个上升趋势 但是走到这个高点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它高点高点不再创新高 不再创新高就告诉我们 它是不是有可能两种情况吧 你要不就横盘 是吧 在这边横盘 横盘什么时候 你叙集到一定的能量 你再突破再往上走 要不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高点高点不再创新高就下来 那么从资金方面来看 是帮我们去验证你这个点到底要卖多少 从资金上面就可以看到 在股价不再创新高 趋势已经发生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综结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股价 这个资金它已经开始提前流出了 资金的高点高点在降低 它等于是发生了一个什么 顶部的背离 所以说它往下调整的一个概率就很大 往下调整的一个概率就很大 好 那么调整完以后呢 是吧 随着这个资金再次布局 那么它还有反弹 还有反弹 但是到什么点呢 到什么点就说了 刚刚说了是不是 很多公司它不会只给你一次卖出的机会 它会给你好几次 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段是跳空下来的 我们知道缺口 它都是压力和支撑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两三次吧 是吧 打到这个缺口过不掉 打到这个缺口过不掉 所以说这个又是你再次卖出的一个点 再次卖出的一个点 这都是市场给的机会啊 就是如果能看懂 不会说一直 就是一直就这么套着啊 从这个5%到10%到50% 很多人就是这么套着 他不知道市场什么时候给了机会让我跑 对吧 他就指望 到了这个点马上就上去了 找着找着就上去了 但是这种跌下来 吃这么容易上去吗 对不对 那么这是Coke Coke这个是会员之前做的股票啊 会员会员做的是这一波 那从这涨了几十块钱 一路拿着 拿到了手 赚到了钱 那么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这个也是大跌以后下来 先是止跌 可以发现 这个股价一直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横盘 它没有再继续创新跌 那么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那么在止跌的起 然后止跌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资金 它是一直在不断往里流的 它一直在不断往里流 但是股价没有说马上给你一个反应 对不对 股价没有说 啊我一流路我就开始涨 它还是做了一个横盘的一个酝酿 做了一个酝酿 那么随着你这个资金不断的往里流 那么后期它是不断的一个上涨 不断的一个上涨 那么最近来说 可以发现同样的事情 刚刚我们说了什么 历史会不断重演 但不会简单重复 对不对 同样的事情也是 但是在这个阶段是吧 股价在一个下跌以后进行一个横盘整理 没有再继续创新低 但是呢 资金还是一样 提前往里流 提前往里流 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这个指标可以告诉你啊 我说这个指标可以告诉你啊 它每一天每一天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话 就是代表资金它是流入大于流出 而其实这个软件 对它是我们的一个软件功能 它可以帮你去监测到这个股票市场的整体资金的一个变动 好这个也是一样的哈 这个PAM可能大家不知道哈 它是属于阿根廷国内的一个最大的全集成的电力公司 那么它就是属于刚刚我们所说的公共视野板块里面的一只个股 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在市场大跌的情况下可以去管可以去找这种抗跌板块里面 如果你是不太愿意做那个什么不太愿意做个股的话 你找不到个股的话你可以看看ETF看看ETF看看指数 那么如果是说你你找不到的话你也可以去看看个股 那么这个股票就是那个公共视野板块里面的一只个股 那么同样可以看到在股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 资金已经开始流入资金已经开始流入 然后后面涨了一波 那么这次也是一样的是吧 股价不再创新低不再创新低 但是呢资金它的一个低点抬高低点抬高 所以说这两个都是不同级别的一个背离 那么这种是属于彻头彻尾的相反吧 对吧股价创新低 那么资金抬高就是A级背离 不要严重的一个背离 那么这个呢它属于B级吧 就是股价横盘 但是呢资金提前流入 它是为了往后续的一个上涨做一个准备 那么这个是公共事业板块里面的一个个股 也是可以用同样的一个方法 AMTD 那么这个股票呢 我们知道就是在10月份 包括之前 整个阶段这个市场整大很严重 你不一定说什么 你可以找到完全上升的股票去进行操作 就是大家都想做比较安全的 比如说什么上升趋势的回调 对不对 那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 已经跌破了 像这种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蓝白色 白色线是牛熊的一个分界线 如果是说股价在这个白线的一个上方 就说明而且白色白线的方向向上 就说明这个股票出于牛市 如果跌破了的话就在于是出于熊市 但是它这个股票 它也没有说是什么 因为它目前白色线 它是一种走平的方向 它没有形成一个上升或者一个下降 所以这个股票跌下来以后 跌下来以后第一次反冲 第一次反冲可以看到 受到一个白色线的压力 白色线压力很重 引线上去 但是实体也收下来 而且收一个阴线收到这么下面 又被打下来 但是打下来以后 打下来以后 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低点 不再创新高 而且如果是上过我们的那个课的话 上过我们那个K线形态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这种K线 特别好的一个形态 叫什么 开了知道吗 这个K线 这叫什么 这叫垂头吧 低位垂头 对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K线形态 这个 如果就出现在低位 特别好 低位在特别好 就是小实体 长引线 长下引线 特别好 那么出现了这个点 你其实如果胆大 你就可以买了 而且为什么可以买 是因为之前 它这个地方不创新低的时候 资金已经开始什么 已经开始流入了 已经开始流入了 提前流入 那么后面的结果 你不用把它的一个 就是 那个什么 预期想得太高 因为之前什么 在白色线 已经受到了一次压力 所以什么 你在这地方 可能在白色线又会下来 又会下来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个阴线 你卖掉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正常的 历史会不断重演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它突破更好 它突破更好 那如果是没有突破的话 到这个地方 是你一个正常的卖点 也是可以的 对 这个就是 通过形态 通过K线的一个形态 然后以及趋势的一个关系 还有资金 三个方面去结合 去怎么样去找一个 超跌的一个买点 超跌反弹的一个买点 像这种也是 这种我们刚刚那个差不多 是吧 也是说 整个股价在白色线以下 在白色线以下 那么白色线 它始终都是一个压力 一个压力 那么也可以看到 跌下来以后 是吧 一直横在这个地方 到了这个点以后 后面再也没有穿过新跌 再也没有穿过新跌 但是资金呢 资金在它这段 横盘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情况下 它在不断的一个进行流露 可以看到它整个一个低点 低点低点的一个抬升 低点低点的一个抬升 然后引来了后面什么 后面的这一段 这一段上涨 这是一个资金提前流露的一个布局 而且是什么 就是在白色线下面 很多人不操作 像我们很多会员都知道 比如说像这有蓝白色线集合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 你可能什么 你可能在这个底部买了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 就受到一个压力 你就下来了 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什么样的买点 就是突破以后 突破以后买入 突破以后买入 那你在下面没有买没有关系 你只要资金一直往里流 你突破以后买入 这个点会比较安全 会比较安全 那么同时 你突破以后的买入 你的一个止损 就是设在你这个集结的一个区域 如果是突破以后买入 它后面跌破了 你再卖掉 那么这只股票呢 它比较好 它是什么 突破回踩吧 是吧 回踩到这个地方 在而验证了什么 这个地方支撑的一个有效性 所以说第一个点没有买 突破回踩 这个点是你的另外一个买点 另外一个买点 突破回踩 还没有跌破的买点 这个点会比较安全 下面没有买没有关系啊 都给了你机会 突破第一个可以买 第二个回踩以后 如果第一个买以后 第二个完全可以再加仓 这个是看到goose 也有会员做 是吧 看到goose也可以看哈 看到goose首先是什么 我们先看它怎么跌下来的吧 首先是高点高点不再创新高 是吧 不再创新高的本来就是趋势走坏的一个特征 除了趋势走坏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资金流出的很快 流出的很快 可以通过它高低点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是不是整个趋势 出来的东西非常多 出来的一个量非常大 那么你说当它又上去 然后再下来再上去的时候 其实你要做的话你就要考虑它这次流出的一个量非常大 你后面还值不值得大仓位去做 值不值得大仓位去做 那么后面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买点 那为什么这么说 可以看到它开始下跌以后 然后逐步的什么 把这个缺口补齐了吧 刚刚我们说了什么 就是缺口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和阻力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阻力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两个点 如果是你把它的这个实体一画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没有创新跌 没有创新跌 那么在它补完缺口 那么又在没有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而且是收了一根十字线 可以看到收了一个十字线 这个也是形态哈 底部这个低位十字是吧 叫什么来着 灵明之心吧 还是啥 对不对 再收了一个十字线 那么又有什么 这个资金的一个提前流入 做一个布局 那么你这个点 你用小部分的一个仓位去介入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波上升 这个也是 就是缺口 你补完了以后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它同样是你的一个支撑 就是缺口 我们还挺多会员做过这种缺口的股票 应该是不要了解 不要了解 好 还有这种 就是有很多方法 很多方法可以去找一个买卖点 那比如说有人喜欢画线 也有通过画这种管道线 画管道线 PM 这个也是 拍了做过吗 做过的方法 你看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画一个管道线 在画管道线 它在下降的时候 资金一直在往里面流 但是往里面流是我们的买点吗 不是我们的买点 因为什么它还是在这个下降通道里面对不对 你买入你很危险 那万一买了你又跌破了 也可以就是止损 止损就是永远要记住你买的不是说啊我通过这个方法有资金流入我买了就不用管了它迟早会涨起来的不是这样的啊不要有这个误会 你在下降通道里面买那你可能什么你的利润就是这个底部到顶部这个距离这个距离这个距离这一点利润 那么除了这种在下降通道里面买的话突破这个下降通道同样也是一个买点 那么突破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资金股价在不停下跌 但是资金呢一直在往里流一直在往里流对吧 一直在往里流 那么随着上去以后这个引线又差不多打到一个下降趋势线的一个上轨 没有就是没有跌下来 而且是收阳说明这个地方是有支撑是有支撑 那么如果是说你想知道哎我突破这个地方买 可以看到它是涨上去了对吧 涨上去但是呢又下来了 是吧很容易坐过山车 是吧很容易坐过山车 那你怎么样去找一个比较好的卖点呢 那你可以结合红黎彩虹 结合红黎彩虹 可以看到同样这个地方你突破买入 然后你的目标位色在哪里啊 过了黄线就是蓝线吧 对吧过了黄线就是蓝线 过了黄线就蓝线 在蓝线的这个地方 你作为你的第一个引力位 其实完全就可以 完全就可以 不需要说什么 这只股票我能拿多久 是吧这种下降趋势的我们做就是做反弹 你不要把你的引力空间想得太大 但是有一个功能 比如说像红利产我们这个指标 他可以去帮我们比较好的去把握这个你的一个点位在哪里 就是你哪个地方有支撑 你不知道对不对 特别做这种超低反弹的 你有可能是什么 会以前期高点 对不对 像一般来说的话 会有什么前期高点啊 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是没有 你看他这么一根大一线下来 你说最好的就是什么 补完这个缺口吧 对不对 最好就是补完这个缺口 但是他有这么快能补得完吗 很少 很少啊 所以说你会设你的短期的一个明明目标位 那么你通过红利产我们这个指标 你可以比较好的一个找到 然后可以看到第一次打到没有过 下来在黄色线受到一个支撑 第二次再反弹 还是没有过 没有过又下来 然后你看好几次 是吧都打到蓝色线 说明什么 蓝色线对他这支股票 他的一个阻力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那什么时候可以突破蓝色线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但是突破蓝色线上面是不是还有白线啊 就等于说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去看到他 我的一个盈利空间在哪里 通过这指标 可以比较清晰的找到 还有这个CIUS 这个也是会员做过的 CIUS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画线 在股价下跌的时候 我们主要可以画这个通道线 我们同样可以画下降趋势线 画下降趋势线 那么突破下降趋势线 其实是吧 你的一个 买入的点吧 可以看到 股价如果从低点的关系上 上面 下降趋势线画的一个高点作为一个连线 在股价不断不断创新低的一个情况下 资金他没有再继续流出 没有再继续流出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你不会说 他马上又要涨 规定 但是可以说什么 他不会说再继续跌得这么厉害 那么所以说 当看到一个指别的一个信号 不是 看到一个自己没有继续流出的一个信号是比较好 那么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 那么作为你的一个买入点 那么当上涨途中的话 你可以沿一条上升趋势线 可以沿一条上升趋势线去做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次 最近的一次 是不是又出现了跟之前很像的 是吧 也是涨完一波开始调 开始调 一样的 你可以画一条下降趋势线出来 画完了以后也是 历史会不断重演 是不是 是吧 股价不停的创新低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呢 是不是跟前面一毛一样 是不是 对 像这种就是很多个股它会 不一定说完全 每一天涨跌每一天涨跌都一样 但是它会有同样的一个形态去让你去把握 同样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都是这种突破下降趋势线 那么在突破之前呢 资金没有再继续流出 那么这一个点就会比较好 那么突破是一个买点 回来没有跌破受支撑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拿着 像这种就是 那这涨的也挺多的 就是突破下降趋势线 的一个 买入的一个点 先是在这个地方下降的地方先是止跌 后面呢 回到这个K线回到的这个点吧 对不对 然后引线也在同一个位置 它没有跌破 等于什么 没有走平了吧 没有再继续向下了吧 而且资金是流露的话 完全可以说什么 这个点突破没有买 回来的这个点完全可以买 那么这个是CRUS通过划线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划线以外呢 还是一样的 比较简单的是什么 比较简单的就是通过 红利彩虹去找你的一个 卖出的一个点位 像刚刚我在这边 画一条下降趋势线 突破了以后 哪个点外 是不是黄色线 黄色线是第一目标位 黄色线是第一目标位 然后如果是突破了黄线呢 回踩吧 在这个地方 回踩受到支撑 受到支撑下一个目标位 就是蓝线 蓝线可以看到 两次打的蓝线不过 但是每次回来 可以看到每次回来 每次回来 是不是都是在黄色线上 受到一个支撑 那么如果是说 连蓝线都站上去了的话 那下一个就是白线了吧 对吧 就是一步一步去找到 一个目标位 那什么时候 作为你的一个 卖出的一个点 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两个高点 两个高点 都是在同样白色线的一个位置 受到了压力 但是从趋势的角度上 这两个高点意义不一样 它是什么 第二个高点没有再高过 第一个高点 说明什么 这个已经把上升趋势的一个规律 就是这一段 它的一个上升趋势的一个规律 给打破了 而且相对应的 可以看到 资金已经什么 在流出了吧 资金已经在流出 所以说前面这个点没有卖 后面这个点 你看到资金流出 你也可以先出来 你可以先获利了结 可以先获利了结 因为本身做的就是反弹 不要 不要就想着 它就能一路这么上去 没有这么简单 那么回来可以看到 反抽到蓝色线 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 如果是跌破了 继续反抽 还是压力 还是压力 那么又下来 下来的话就回到了 刚刚所说的 是吧 通过这条下降曲线 那么突破 突破的点 再回来这个位置没有创新低 资金提前流露 那么就是你的另外一个进场点 那么除了通过画线和红利彩虹 这两个功能以外 就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去帮我们去找到 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一个买卖点 那么就是怎么样去踏准市场的一个买卖节奏 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叫强势信号 这么一个功能 它很简单 就是你看它颜色很多 但是很简单 它是有几种颜色 那么当这个股票出现这个红色K线的时候呢 就是代表它是一个买入信号 那么买入什么时候是那种深蓝色 你就是一路就持股 你就不用管它 你看它有回调 对吧 有回调 但是只要没有变色 你其实你不用管它 如果是你单用这个指标的话 然后会教大家怎么样结合使用 那么什么时候蓝色变黄色 这个黄色它是一个卖出信号 卖出信号 然后卖完以后会变成这种浅蓝色 那么浅蓝色就是空仓 空仓让你空仓 空仓没有就是持币持币的状态 那么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我拿这个NGVC来做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股票的这一段走势当中 是不是出现了很多次 很多次买入信号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买了 比如说这个买了就涨 买了就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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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些呢 买了就叫你卖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地方是吧 也是买了每两瓶就叫你卖 那这两个区域 这两个区域 就是什么 横盘整理的一个阶段 那怎么样去把它避免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是说 你这只股票 你完全跟着它操作 那你会盈利吗 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你买不卖 你就亏个手续费 对不对 像基本上 用指标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它虽然说 不会让你买在最低 卖在最高 但是它不会让你背套 就是你严格按照它的操作 你不用担心你背套的一个风险 然后很多人就是买了以后 啊我又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卖 要不要卖 然后跌了又觉得 哎它会涨 对不对 很多人有这个心理 但是软件的话它有个好处 它就是它很客观 它就是根据市场的一个行情 一个走势去给你相应的一个信号 它叫你买的时候 就是觉得它现在趋势已经形成 你可以到了买入的一个点 那么它如果是觉得 像这种地方 买了马上卖 买了马上卖 那这个时候就是它检测到了 哎不是这么回事 它会马上止损 它会马上告诉你 马上认错 告诉你 哎现在你不要拿着 是吧 可能有风险 它提醒你卖出 所以说你完全按照指标操作 你不会亏大钱 然后更不可能背套 这个就是指标的一个好处 那么我们先忽略前面这两段哈 看一下如果是说你完全按照指标 就是其他这几段 它可以给你带来多少的一个利润 你比如说这个点 它是13 13个交易日涨了42.18% 那么这一波是24个交易日涨了25% 每天涨1% 这个是11个交易日涨了17% 这个呢13个交易日涨了24.27% 这个是13个交易日涨了8.92% 涨了8.92% 就等于说在这种有趋势的一个阶段 你跟着它其实赚钱非常容易 赚钱非常容易 基本上从第一个这个信号开始出现的时候是5月4号 5月4号到最后一根K线是吧 10月29号不到半年的时间 如果说你在这只股票里面你光做它 你投入1万的话 你把这些它的一个什么力滚力啊 这些资金全部抓在一起的话 你差不多是翻了三倍的样子 翻了三倍的样子 好 那么既然是指标好 它肯定就会有肯定就会有 哎有不是不是每个指标都是全面的 它肯定就会有有一些盲点的一些区域 比如说像这种指标频繁出现的一个区域 它就是什么横盘整理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样哎我们可以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那么其实还是可以去通过红利彩虹去来给你看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为什么频繁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所有的一个线组 它都在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里啊 对不对 虽然是说每个股价对这个每个线组对股价都有支撑和阻力 对吧 你看在蓝色线是个受到支撑 但是呢因为你的空间太小 你的空间太小 你的空间只有这么一点 所以说它走到上面 它很快就是碰到压力 它又会下来 然后进入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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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几次 直到什么 它突破了吧 是吧 突破了就等于说之前的一个阻力变为支撑 它突破了的这个地方 那么你去进行一个买入 你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要不然就是打到上面的时候支撑 打到上面的时候支撑 打到上面的时候支撑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方向呢它会决定我们赚钱机会的一个多少 如果是你去做这种方向向上的 特别是这种刚启动的吧 那你后面的一个引力预期你就会比较高 你会比较高 好 那么在顶部是不是 还是你说那如果是方向上上 那这边是不是也是方向向上 对不对 它也是属于这种上升趋势当中啊 对吧 那为什么前面的每一个每一个都这么好 那到了这里为什么也不行呢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完全是从价格的角度上 对不对 不管是红利产红的指标 红利产红它加了量啊 就是光看K线的话 我们其实是从价格的一个因素 一个方向去看 那么怎么样去提高一个成功的概率 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你再去结合另外一个面 也就是说结合资金 结合资金去看 那比如说结合资金来看 结合资金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在这个底部进行的横盘整理的时候 资金什么 一直在流入吧 对不对 一直在流入 就是等一个点爆发 等到那个点什么 完全突破 完全突破的这个点啊 去进行后一波的一个拉伸 但是前面你看呀 也很辛苦 是不是 要经历多少个 多少个岁月啊 是吧 这里好歹有 有几个月吧 有几个月的一个K线 是吧 经过了几个月一个盘整 然后呢 哎 终于突破了 迎来了一波 比较大的一个牛市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最近这一段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哎 同样是按照指标操作 你赚不到钱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比拨的这个区域 是吧 可以看到资金什么 一直以流出为主 一直都在往外流 你说资金都在往外侧 它出现这个买入信号 你如果跟着去买 你是不是 你不要说亏钱吧 但是后面很难再涨 对不对 后面很难再涨 所以就说通过这个价格啊 我们可以去验证 我们可以去验证 验证这个买点到底可不可靠呢 通过这个趋势结合价格 结合价格去看 去验证 你这个买点成功率有多少 可以去从两个方面去优化 优化我们的操作 并不说有一个指标 就完全跟着它的操作 那你是怎么样通过两个方面 去把你的这个成功概率提高 这个就是课程当中要学到的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话 资金呢 其实早已经开始提前离场了 是吧 在前面还在拉伸的情况下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撤资 开始在撤资 那么后面再进行一个盘整的话 其实还是在这个测资的这个里面 没有资金流入 没有一个好像市场要 它在让它继续上工的一个阶段 那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这一段吧 这一段背离了吧 是吧 这一段低点低点背离了吧 到这个地方是吧 资金才开始指 没有再往外流 没有再往外流 等于是指住了一个 往外流的一个阀门 把它关上了 那么后面才又再起来 这个就是刚刚突破的这个点 刚刚突破的这一点 是有前面这么多一个持续流入资金 做的一个铺垫 那么后面出现的买点 完全就是什么 已经是资金提前离场 出现了一个买点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你要做是吗 你要想到就是在黄色线 可能受到的压力很重 所以说这个点也不是很推荐 大家去进行一个操作 因为它不一定它就上去了 它有可能 因为黄色线极简了吧 可能到这地方又下来了 但这次比较好 它上去了 对吧 这个点 它就是也是有资金提前流露 作为一个铺垫 这个就是底背离 底背离给我们带来的 底部背离 我们再来看这个 那如果是说 出现了这个点 大家买不买 可以看到 在什么 想象区中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买点 这个点买不买 买一点 买 买路里油是什么 买 买路里油是什么 已经背离了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之前在这个股价下跌的情况下 有个资金已经开始背离 好 你看买完 就是背离哈 背离涨了两天 涨了两天出现卖点 那这个卖点卖吗 准备 好 又出现了一个买点 继续买 继续买 这个现在是走平了哈 后面就上去了 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说前面这个股价在下跌 不是说过 如果这资金背离 后面就可能涨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买股票 你不能说 不能说你完全看资金进行操作 是吧 你不可能 你不能说哎 现在资金开始流露了 我就进行买入 没有人买股票 按资金去去去决定你买入 或者是卖出哈 就是个点 那这个点为什么 它的一个概率比较低 是因为什么 我们通过趋势的角度上来看 高点 高点 低点 低点 他还在干嘛 他还在创新低吧 对不对 他还在创新低就等于什么 你这个点 而且是什么 涨了一二三四四天的一个点 那你买的 他就有可能马上就反弹结束了 是吧 很难保证他就这么就V型反弹上去了 那这个点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这个点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是不是有有过一次背离 但是呢 出现这个点 反弹 没过 又下来 他再下来这个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没有创新低 他没有在创新低 所以说 第二个买点 为什么成功概率会比 第一个买点更高 就是因为 它趋势 已经发生了一个改变 它并不是说什么 并不是说还在创新低的一个过程中 这个买点完全就是什么 还在创新低的一个阶段当中 因为 这个反弹的一个高点 首先 你是刚刚反弹开始吧 你不知道这个高点在哪里 那么就从低点的关系看 低点 低点还在 还在不断的降低 所以说 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里面 那么这个点呢 这个点它不再创新低 所以说 是打破了下降趋势 那么后面出现了这个点 又有资金的一个提前流露 而且是持续背离 相对来说 这个买入的成功概率就会大 你看它实体没有创 引线 对 所以说如果是说你这种如果是说上去哈 第一个目标位其实就是蓝色线到蓝色线 蓝色线没有过的话 你可以先卖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是吧 也是一样的 在不断创新低的过程当中 尽管它出现了当天 它对应的是资金流露 但是呢 因为它目前是吧 它没有一个低点低点 它改善了一个情况 所以说还在创新低的过程当中 它即使是涨 那也是短期的 不要短期 那么这个点也是 是吧 你看这个点和这个点 是吧 低点低点 两个低点还在创新低 那么出现了一个 出现提醒的一个买点 它的一个概率也不高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运气比较好 因为从低点的关系看 它还是在创新低 但是呢 它这步又上去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理念 你不能说 它一定会上 或者是一定不上 我只能告诉你 如果是按趋势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出现的概率 如果是你买十次 可能好多次都是上前面这种 那你什么时候等到它 不创新低 你的一个买入点 就会比较安全 那么这种 这三个点 其实都是一样性质 它就是买在下跌途中 那么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高点 低点低点创新低 但资金流露 对不对 按理来说 这个点是不是比较好呀 但是这个趋势还是没有走好呀 趋势还是没有走好 所以说买入点也是 第一天买 第二天叫你卖 也没有让你套 也没有让你套 也没有让你亏钱 就亏了个手续费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比前面这个点 它就是什么 提前流露几天 已经提前流露几天 然后这个点上去了 上去要再回来 那后面出现的这几个点 像这里 这里完全就是什么 在线里面吧 对不对 在线里面 而且对应下来的一个资金 是流出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也不会买 那么这个点呢 这个点是不是顶头就是压力呀 你的一个获利空间很小 这个点也是获利空间很小 是吧 都不会去参与 那么真正买入 这个点还是有可能买的 这个点有可能买 这个点为什么有可能买 是因为黄色线集结吧 我们说了黄色 它集结的一个 一个这个力 力道会比你分散的大 而且是资金一直在往里面流入 之前一直做的一个铺垫 所以说这个点上面 下面是集结 上面是发散 是吧 你的第一个目标位 蓝色过了以后就是白色 因为白色它也是集结 它不一定会过 它不一定会过 可以看到第一次上来 是吧 下来 上到受到阻力 然后下来 蓝色受到支撑 然后反弹 这边弄了好多天吧 可能有一周 四五根K线在这地方 到了一周 终于突破了 终于突破了这个点 还是可以卖吧 终于突破了这个点 对啊 卖了以后再卖 其实第一个点 如果第二 第一个点到这个地方 没有过的话 你就可以卖 那第二次反弹还不过的话 就坚定了 你要卖出的一个理由 因为反弹反弹 你就是做反弹 就是不要想着 这个获利空间这么大 对吧 反弹就是反弹的一个空间 反弹一个空间 从这里到这里已经很多了 其实已经很多了 那这个点 是吧 真正突破的这个点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为什么 因为之前 你看这这么多地方 都受到了阻力 都受到了阻力 都没有突破 哇终于突破了 这力道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这个股票 就是看它背离的一个过程 背离的一个过程 这个资金不断的下跌 股价不断的下跌 那么资金不断的流入 那这个是走平 走平以后 第一个买点 好这个 那这个点 这个点出现这个买点 可以买吧 这个点 是吧 突破了这个黄色线 这个集结区域 那么可以去买入 买入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是吧 出现了黄色信号 作为你的一个卖出 那卖出以后 这个点买不买 这个是卖出的点后 后面的这个买点买不买 不买吧 是不是 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地方老是上不去 老是上不去 一直很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资金是不是已经提前撤厂了呀 提前撤厂了 然后在这个上面又出现了一个买点 你要买 它可能就涨两天 然后又提醒你卖出 然后慢慢就下来了 就下来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买点了 对吧 所以说哎 这种资金已经提前出厂 那么再出现了买点 那么对我们来说 就不是这么有必要去参与 可以换一支比较作出 有的是这样 但是有的它是同步的 就是股价上涨和下跌 它不一定会出现背离 出现背离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点去帮你说 现在这个点是不是更应该卖出 是坚定你自己的一个理由 就是如果是说你本来就到了一个高位 我们先看到什么趋势不在创新高 对不对 不在创新高本身在这个趋势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上升趋势一个终结吧 它不一定会跌 但是它什么 它可能横盘 对不对 因为高点高点不在创新高 就是打破了上升趋势的一个规律 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 资金又提前撤场了 那你已经获利了 你是不是先出来比较好 对啊 你就可以保住你的利润嘛 就这样 这个没有做图啊 像这个 也是一样的 跌了这么多以后 如果是在下面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看到资金流露了很多天 流露了很多天 但是还是什么 整体方向是向下 所以说你要买的话 你的仓位也不很大 就所有下涨趋势 大家要做反弹啊 都不要说你把太多的钱放在里面 是吧 你有可能是什么 他可能是碰到一个阻力 他就下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碰到阻力 他可能就跌下来 你不用 没有必要放太大的一个资金量在里面 连小仓位的进行的操作 基本上 就是市场不稳定的时候 做短线 你就是百分之二十一个资金 在你的 你百分之二十一个仓位 在你这个股票里面 去进行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 像这两个也是比较像的哈 这两个也是股价暴跌很多 但是下跌一个速度非常快 暴跌很多以后 然后提前有一个资金大幅度的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拉伸 可以看到 他一个上涨 一个动能很大 是吧 上涨 他这个背离王 这个红色柱体 他的一个实体非常的大 那都是涨一波 涨一波 基本上都是到黄线的位置 可以看到 是吧 到黄线的位置下来 你就不一定说 我都到黄线过不去了 我还要 他还没有出现卖点 我还要再等等 是吧 你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等等了 或什么时候都要等等 像这个 这个也是 出现了买点 像这种上方的 彩虹线上方的 如果是到什么 到这个线索 受到支撑的这个买点 然后又有资金的一个提前流入 这种情况 都是一个比较好 就是股价下跌以后 回跳的一个买点 或者是继续涨的一个买点 那么出现了 这个黄色的一个基因信号呢 像他这个哈 可以看到 之前在这个上涨的这一波 基本上 他是属于这种暴涨型的股票 什么叫暴涨型 就是他回跳的幅度不大 那基本上就是 沿着这个红利彩虹 第一根红色线来走 很少 没有碰到第二根 是吧 如果是出现了一根 打破了之前 也有一个规律 那么这个点 不管是说什么 他都是你一个 要先出来一个点 而且这个点对应的是什么 资金已经开始流出 所以就更加坚定了 是你要出来的一个点 这个是对于暴涨型的股票 我们都可以去看 都可以去看这个 跟随这个第一根红色线 去找他的一个规律 去找他一个规律进行的操作 那么对于这种 贝离王 就是会员都知道 有这个抵贝离这个选股 大家有空可以回去试一下 但是并不是说什么 所有选出来的一个股票 都可以去买 很多是给我们关注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跌途中 是的 有些不仅经过了一次贝离 他可能连续贝离 最后才在某一个突发的点 带来一波上涨 这个就是可以去选来 进行一个关注 那最近还可以去 可以结合一下那个MCD 绿色套的筹码 不断减少 这也是新更新的 大家可以回去结合 那个选一下 看有没有好的股票 这个就是贝离王 大概没什么问题 最后呢 就是送给这个 送给大家 就是优秀投资者的三大特性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做不好股票 又为什么有些人他做股票做得很好 他其实都会有这三大一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概率思维 概率思维 就是股市当中没有成所谓好的方法 就是概率更高而已 就是为什么 要有软件也要有课程 其实就是不断去优化大家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对不对 给你一个软件 很多东西你光看K线你看不到对吧 你光看成交量你看不到 那有一个软件的话 他可以去提醒你 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用到他 可以去提高我的一个成功概率 是吧 并且讲究的是二元分析 也就是说价格和资金结合在一起 不是说我光看价格 他今天提醒我买我就买 我是不是还要用另外一个方面 用资金的角度去验证一下 我这个价格到底 我这个买点到底合适不合适 对吧 并不是说软件就是单一性 所以说我们会在后续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提供各种各样的课程给大家 对吧 然后就会有这个概率思维 其实概率也就是说你承认这个概率思维 就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对 就像股市当中没有人可以说 我百分之百赚的钱我都没亏过 对吧 这种就不要信了 也就是说承认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承认市场本身就是对的 就是所有我们的一些猜测啊 我们的一些预测啊 包括我们对这个股票 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背底了 他出现这个买点 我这个成功概率很大 但他第二天就跌了 你是不是还得认对吧 你只是说不断的优化你的方法 去提高你分析的一个成功概率 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 尊重市场 要敬畏市场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过往不列 你说过去的一个盈利或者是亏损 不会代表未来 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未来 是吧 我们散户哈 再说多散户应该没有机构哈 没有有一个亿以上的就不在这做着了 就去操盘了啊 所以说散户我们都会有赢有亏 特别是在去年很多过来听客就说 哎呀我不替你们的客户可以赚钱啊 是不是赚钱是真的是你的本事吗 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是靠市场给的机会 对不对 市场好 那我们赚钱的一个概率 我们就会大一些 对啊 都是市场给的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是说有亏损 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每个人都亏过钱是吧 大多亏过钱 就是在座如果做过股票的 肯定多多少少都有过亏损 那怎么样去过往不列呢 那把每一次的一个亏损 或者是让每次的一个盈利 画出一个经验 画出一个经验 去更好的为后市去做一个布局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到根本 那股价为什么会有涨跌 就是我们凭什么 在股市当中赚钱 然后股价为什么会涨跌 就是有没有人买 讲白了 所有一个市场 它的一个商品 股票也是商品 对不对 那都是成为一个供求关系 那供求关系就会体现在 有没有资金的一个情况下 有资金去流露 有人越来越多的人去买 那么这个股票自然让人就会涨 我们去看这么多基本面 技术面 看各种一样的消息 新闻也好 我们都是去想 现在大部分市场当中的一个参与者 它是什么样的想法 就你的想法不重要 大部分人的想法才重要 对吧 就了解这个根本 不是凭我们的一个意志为转移 而说这个市场它怎么走 是大部分人 它的一个期许 它的一个行为 导致这个市场会怎么走 那么凭什么在股市当中赚钱 有人是吧 凭运气 运气会用光的 是不是 就是最好的方法 其实还是什么 如果是市场不好 你现在没有一定好的一个操作 手法或者是一个方法的话 那么最好的情况 就是在现在这个整当的市场 你要不就做短线 你有些方法 是吧 你会金牌 你会找一个进出的买卖点 你有个好的工具 要不然呢 你就先踏踏实实学习 对不对 在这种整当的市场 你赚 你的利润也不会很大 说实话 是吧 就还是回到根本 需要想自己 哎 有什么能力 在这个股市当中赚钱 那么学习 我个人觉得 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非常重要的一项 就是能力再强的人 都还是会有提升的空间 都会有提升的一个空间 好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优秀投资者的一个三大特性 好 那么最后呢 就是广告时间 好 那么 嗯 公司呢 之前一居呢 老师在课前也给大家介绍了 可能有些来得晚的朋友没有听到啊 那么我们Homley Child的Canada Inc 可能是新加坡 这个投资一百万加币 注册一个分公司 就等于说 我们最早是08年在北京起家 那么09年去了新加坡 开了海外第一个市场 就是新加坡市场 那么到现在 主要09年海外也做了10年了 嗯 国内的话是做了20年了 那么产品 98年是在北京研发而成 那么09年靠去国门 嗯 现在在这几个点都有分公司 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越南 嗯 还有新增的韩国加大 等地香港啊都有分公司 那么市场也是 就是当地的数据 每个市场都有 也就是说软件呢 它是经过了很长时间 还有不同国家的一个验证 并不是说今天才刚刚成立 对不对 还要让大家来去考验 这个软件到底有没有用 对吧 开了这么久 没有用 对吧 中国A股这个长熊 牛短 就是早都被淘汰了 对不对 可能市场和时间都会做了一个检验 好 那么 HomingChalk呢 股票分析决策呢 我们是一个 一套 这种分析决策的一个系统 那么是包括分析选股决策 就是三大方面 分析刚刚也给大家看了 是吧 有很多分析的一些工具 那么选股呢 有很多选股的功能 就是如果是大家 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课找我 或者是找Gina老师 在了解 那么数据来源是 Gloombo和路透 双重保障数据的一个准确性 就等于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全部都是从彭博和路透买来的 就每年也要花个几百万美金 去买这个数据 然后再经过技术部门 它的一个处业 它的一些工事 演化成刚刚我给大家展示的那种形态 就会用一些比较简单 比如说线啊 柱状啊 就比较简单 让我们可以比较明白 比较简单的明白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就不会很难 好 那么这个分析决策系统呢 它是不定期免费升级 立志做最多鼓励的一个分析决策系统 那这个市场变好 它是每天每天都在变的 那去年可能今年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软件呢 它是不定期的进行一个更新 我们上一次的更新是8月份 8月份做了一次大的更新 然后有20多个点进行一个update 服务的话 我们是属于全球实体店面 规模最大技术分析 培训最系统的一个股民学校 就是我们跟一些 可能大家也接触到在北美这边 有很多讲股票的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都是线上课程 我们这边是有实体店 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完全可以说来店内咨询 我们面对面的去沟通 面对面的去帮你打一解惑 会让你吸收的更快 就是会比网络的课来的更有效果 就是实体店存在的一个必要性 然后课程是以现场课程为主 网络课程为辅 那么还会有这个打卡考骑 就是我们在那个门口 就大家签到的地方 就有个打卡进来给会员用的 也就是说 如果是说你比如说有事来不了 对不对 那我每周呢会发一次这个视频链接 到你们的邮箱 你在家里面可以寄进一个复习 或者是说学习 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email 我们还有一个会员的一个微信群 可以在群里面向我们去做出一个提问 那么培训的课程效果为导向 有时候有这个考试行来检测一个教学的一个成果 你提供更加适合会员的一个提升课程 那这个也就是说课程的话 因为我们有很多课程是本来已有的 所以可能说会循环上 那么怎么样去打了一个更好的效果 可能就会有一些测试 系列课程是免费循环学习 提前预约还可以享受一对一的一个教学 服务真正性的为您打以解惑 这个就等于是说 课程加入了会员以后 都是免费学习的 对就是你第一次不懂没有关系 我们有这个email 你可以在家再进行复习 那如果是第二次还不懂 课程循环上 你每一次每一次 每周我们现在有两节课 你都可以来店内进行一个学习 那么价格我们有两个版本 可以找我或者找Gina 我的生活吧 好就谢谢 好谢谢大家